可能你现在在看的是Raymond Wong的早晨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订阅状况记得按死的小铃铛 按到它变确了为止 理论上它会通知你 这里有节目或者有直播 多谢大家的支持 也多谢Dini Zhang你的支持 现在讲一下美国一样东西 孙昆就留了言 孙昆就说 其实是美国有可能衰退才会减息 美国衰退,香港会不会好一点呢? 其实... 美国衰退是一件很严重的 为什么呢? 过去几年,其实... 做外贸的人,大家都知道 消费力是靠美国顶住 其他地方的人是没有钱的 现在是越来越窮 其实澳楼已经很不够了 我... 有些事情我说过很多次 还有就是纽西兰这边 他们政府的减息是很夸张的 所以市面是很不够的 就是... 他们是政府主动的减息 去做一些紧缩政策 那一紧缩的时候 现实就是经济很难好 他们直接用紧缩政策 就会搞到衰退 会... 这个是很... 很大件事 你说共和党在美国上场 就像川普那样上场 他会不会... 剪掉政府budget 剪掉到... 美国就有衰退出来 我告诉大家,这是有可能的 其实美国人现在... 开始... 都为衰退做准备 为什么人们会这样看呢? 有一件事是很... 担心的 这个人是达拉斯的联储 他在星期一的时候 公布了德州的... 制造业的... 调查 制造业前景调查 他们里面有说到... 就是那些人... 现在就... 去买羊肠吃 他们那些叫Dinner Sausage 就是晚上... 他们一定要有一份肉的 有一份蛋白质 他们现在就不买... 就是那些优质一点的蛋白质 他们就去买香肠 那为什么买香肠呢? 其实... 有点是穷啦 其实... 穷人大部分都是吃香肠的 就是我自己很多时候都是吃香肠的 那你对身体不好啊 是的 但是便宜啦 现实就是这样啦 我也说过现实 那你便宜点的东西 现在多些人买 那原因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那些人... 开始不敢花钱 还有在美国... 那个情况就是... 那个经济... 在德州... 这个是德州的情况 是应该看起来就开始减弱一些 其实就是... 那为什么... 这些很微小的数据 现在人们都很紧张 其实就是... 因为看到一件事就是... 他们调整他们的消费 当... 那些人调整他们的消费的时候... 其实在经济上... 已经是令人担忧的讯号了 美国这个新闻很大 就是他们... 在达拉斯联储... 他们的报告 他们有说的那些讯息... 在美国是大新闻来的 这件事是... 因为... 就是... 经济疲弱的时候... 他... 这个... 就是... 卖香腸的类别... 就会... 增加的 因为香腸呢... 就是高价... 蛋白质的良好蛋白质替代品 可以使消费者的... 就是... 吃饭的预算... 就可以更长... 用得更长的时间 那... 当然啦... 就是... 美国人... 他们... 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 因为其实某程度上... 他们的通胀也挺厉害的 其实... 一通胀一厉害的时候... 对助装的人是很不利的 拜登在任的时候的通胀是很厉害的 这是事实来的 因为他在任的时候就有俄乌战争 而俄乌战争... 引发出来的通胀呢 是没办法掉头的 其实是... 是没办法掉头的 如果... 疫情期间有通胀 其实疫情期间的通胀呢 很快就没事了 因为他只是一种连接的 他不是一个长期的通胀 疫情期间引发的通胀是... 现在倒转 现在的情况不是短暂的 现在是一个固定的情况 因为... 其实美国政府自己有责任的 美国的财政支出... 政府财政支出太大 他们有一部分就是利息 现在的息口高 还有就是打仗 他们这一套就是这样的 香港人民说 香腸粉比肉多 是的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你穷就要吃香腸了 你现在没办法的 现在... 香腸的需求增加是令到人担忧的 这个是星期一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大新闻了 我一直都没时间说 但是其实... 达拉斯联署他们的调查 是令到那些食品製造商 对整个经济都担忧的 为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农业 今年也很惨 就是天气 在美国很不稳定 这个也是气候变化影响到的 这件事情是很长时间的 我跟你说 其实今年国内也不太好 国内很多极端天气的事件 其实这一段时间是全世界都不行的 美国也是这样 其实就是 而且他们的成本又涨了 因为油价就涨了 他们投入... 就是一个农场去投入的成本 很多都是跟石油有关的 化肥也跟石油有关 还有就是他们的茶油 要用很多茶油的 一个农场 全部都是他们的成本来的 这些成本是升的 达拉斯联署他们那边 他们还有出来说 现在很多人都为经济衰退做准备的 其实现在... 在美国已经有... 因为当你有减息的声音的时候 有一帮人就会知道什么 因为经济过热才会加息 你减息其实实际上是什么事呢? 你减息就是... 你经济不好的时候才要减息的 现在美国联储局说出来的东西 其实就是告诉人们 美国经济开始不行 所以你说减息是好消息 我不知道是什么好消息 如果美国减息的话 他的经济已经不行了 就是告诉你 如果经济不行的时候 他减息 那么... 其他地方会好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其实是... 美国过去几年 他们... 价格的购买力还在 做外贸的人 个个都知道 那些单单 其实都是做美国单单 你做欧洲单 死鬼了 做欧州单 都是收皮的 那些人没有钱 其实... 为什么会没有钱? 有很多原因 但是... 就是... 为什么会没有... 一个... Discretionary Spending 就是... 缩减了他们的 Discretionary Spending 其实...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 澳楼的息口真的加得很厉害 尤其是澳洲 澳洲 澳洲公楼现在是七厘多 你明不明白 那个道理在哪里? 就是... 当你有些数据去到 一个这么高的位置的时候 哇... 本来公楼是三厘多的 你会变到七厘多的 其实... 很多人都没有钱了 还有很多人不是揹一间楼 揹两间楼 就是... 本来... 还是可以在社会里 找到吃的人 揹几间楼 结果现在就变成了最后一斤稻草 就是压断 骆驼背脊的最后一斤稻草 没有钱花了 其实就是... 平静平安就说 家庭手揀 大人吃菜为主 孩子吃肉多些 在西方国家是倒转的 菜比肉更贵 菜而且不饱肚 所以呢... 在西方国家他们是怎样的呢? 他们就吃面包 面包是最便宜的 接着就吃一些... 就是... 严格来说是... 西方国家都知道 他们叫那些做垃圾食物 肚子充得饱 没有那么容易肚饿的 但是没有什么营养 去吃那些东西 现在很多人都去转吃那些东西 现在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是... 亦都要多谢Michael S.你的支持 多谢你 Kokemi 说 说话真棒 现场备餐消费 不是减少备餐消费 其实是... 令到他的计算可以长久 他的说法就是... 他的说法就是... 你的预算... 譬如你预算了100元吃东西 那就可以多吃几天了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 香肠吃多无益 好像有... Rita Ho 说的 其实是无益的 大家都知道是无益的 但是你要生存 你是没办法的 其实... 而且... 你吃菜是很贵的 在外国 吃菜不是什么便宜的 吃菜是一个... 高级消费 哈哈哈 他说... 你狗急啊 不... 因为你要多吃菜 才能有同样的... 饱吐感 到最后 结果都是... 吃肉 因为... 你吃香肠是最便宜的 香肠比菜更便宜的 是不是真的受到通胀影响很大 其实不是的 他会买最便宜的 每天都会买最便宜的 这一部分的股市 已经跌到大家都没了信心 当你跌到大家都没了信心的时候 你要找人入钱下去 是很难的 这又是一个信心问题 你问一下现在... NPF是美股的朋友有多少 你自己去访问一下身边的朋友 你就知道了 其实我身边的人 他们有NPF也好 有其他澳洲Super 澳洲Super是有些限制的 他不可以全部放在美股那里 但是... 他在那些可以调到美股的情况 他都调到美股的了 很多人都... 即是他们一早调到美股 他们觉得没东西就调到美股 是不是 Fenix PP 说 吃面包没有营养 但是便宜的 特别是只包 我在这里 我告诉你们 我买了一条面包 600克 是过意的 过意可以吃几天 如果我塗花生酱 我可以吃几天 即是我是可以这样生活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生活 你都要明白 我自己就可以这样生活 其他人又不可以这样生活 你明白吗? Camp St.Lo 说 我朋友在英国曼城 买一斤芥兰 要港币120元 所以你买菜是贵的 不过你可以不买唐人菜 你买西人菜也可以 你买西人菜 其实... 你说贵不贵 便宜不便宜 不过有些人吃菜的方法 又是很浪费的 譬如买一棵西芹的 那些叶子 就丢掉了 那我就不是 我自己是一个窮人 我自己 连西芹的叶子 我都会吃贵的 我吃菜的成本 比很多人低了 最初他就说 如果经济环境继续差下去 连香腸也吃不起 那又未必会 我也说 美国又未必去到这么差 不过那些人 现在已经准备了一件事 我想有部分的人 他们也预计了一件事 就是 你阿侵上去的时候 他们猜阿侵会上去 阿侵会上去 他们的disposable income 会减少 他们要存回一块钱 他们的股东是这样的 还有 有另外一件事 你减息的时候 有另外一班人是伤的 减息的时候 有钱的人是伤的 有 为什么不是很有钱的人 他们有现金 存在银行的人 他们会伤的 他们收的息会少了 退休人士 他们又会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 所以 这个经济里面有太多不同的变数了 那你可不可以说死一件事 一定会这样发生 那我就告诉你 我不能够说死的 有很多事情 但是这个大趋势 其实 其实 美国也不会坏得去哪里 我的看法是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说 美国会坏 但是美国坏不代表 大陆和香港好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现在有一班人 正在想一件事 美国坏不代表 等于香港好 等于中国好 世界不是这样的 当然我这么说 有些人不相信 有些人说我说谎 但是你自己 去社会了解一下 你就会知道 如果美国不好 其实有些事情更麻烦 你做外贸的人 有些事情更惨 美国不好的话 做外贸的人更惨 这个是 国内的人 也有共识的 做外贸的人 如果外贸单 不在美国 你哪些可以填补 俄罗斯 有些行业 本身的东西是 不能出到美国的 没有办法出到美国 因为美国也不会买 有些东西 以前俄罗斯也不买 是中国东西的 现在他变成了 没有不得选 一定要买中国东西 那些企业就会得益 那些企业 但是那些企业很少 整体的量 我也说过实情 现实就是 你在大陆 现在 你说 其实最终出口 去的地方是什么 很多货 没错 现在很多东西去了东盟 现在 但是东盟的货 大部分都是回到美国的 每个人都知道 做外贸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 中间转了一些东西 把那些半成品 去东盟的地方 再加工 然后扮东盟的东西去美国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避免 美国的打压 是这样做的 其实个人都知道 这些东西 到最后全部都是去美国的 现实就是 做外贸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美国都买不到 或者没有钱买的话 那什么人死 做外贸的人死 现在外贸是顶着中国经济的 现实是 你不要跟我说内需 内需在内地也不行 我已经说过实情 内需也谷不回 大家有些事情没有信心 有些事情是 对吧 对吧 那 CY Chan就是 美国都差 全世界更差 他找人 佔底 美国一死的时候 他先找人佔底 你不要让他佔底 这件事情 不明白 那算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说开心点的话题 就是 黑人娶了 挪威公主 休息一会儿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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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